我国每年新增3000名艾滋病病患 当中74%病患是20到29岁的年轻人 因此政府会仔细研究对策 尤其是让年轻世代对艾滋病掌握正确知识 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在不曾召开国家社会理事会会议时指出 随着年轻人成为艾滋病患的主流 政府有必要扩大和加强艾滋病的防治 控管和治疗的项目 其中一项建议就是为被家庭抛弃的患者提供避难所 并提供他们就业和教育保障 另外也有参与会议的单位认为 必须持续打击和关闭事情网站 或容易促成高风险性行为的手机应用程式 我们直接打电话 现在开局 module 际性行为的 刘育保障 cak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